中兴社中兴网记者提问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 对全球的生产贸易活动造成冲击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 而我国部分行业的产业链供应链 面临着一定高效运转的压力 想请问下一步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 来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谢谢 好 谢谢中兴社这位记者的提问 您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我们着力疏通卡点读点 振作工业经济 畅通经济循环 有效地保障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 特别是一些重要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的运行 围绕不断提升我国重要产业链供应链 任性和安全水平 我们正在持续推进的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我这里为大家做个介绍 一是断长板不短板 一方面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 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的先发优势 我们在加快实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五年行动计划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发展新型产业中 打造一批优势长板产业 提升重点领域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聚焦国际民生 战略安全等关键的领域 紧盯卡脖子的薄弱环节 按照接绑挂帅赛马等等一些机制 一体推进的短板公关 迭代应用和生态培育 我们要坚决的打赢 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突破重点基础领域的短板弱项 二是稳定工业生产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久不准的要求 全力杜绝 随意关停产业链重点企业 和涉及民生保供的重点企业 坚决避免疫情防控的简单化 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问题 努力确保工业园区有序运转 企业能够正常的生产经营 持续抓好物流的保通保畅 着力做好能源源材料安全保供 刚才京东同志也已经讲了相关的情况 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三是优化产业布局 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调整优化 提高全产业链的运行效率 强化重大生产力统筹布局 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的指导 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发展工程 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的体系 培育一批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 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长的引擎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 我们反复强调 我们要深化开放合作 促进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发展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鼓励外资加大高端制造 高技术等领域的投资 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创新发展 务实推动国际合作 高质量共建的一带一路 我们还要推动RCEP高质量的实施 用好各类的多边机制 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合作体系 持续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更大的激发市场的活力 和社会的创造力 五是强化风险防范 着力推动呢 已经出台的稳增长政策 要真正的落地建效 特别是加大呢 对中小微企业的疏困解难 进一步释放政策的效应 加强产供储家销体系建设 包括粮食能源 都有产供储家销体系的建设 我们重要的产业链供应链 也会做这些产供储家销体系的建设 强化市场监管 持续抓好大宗商品原材料 保供稳加 完善产业链供应链 风险监测体系 提升呢 风险及时识别发现 精准有效处置这样的能力 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的责任 力争啊 做到风险早发现 早报告 早研判 早处置 切实呢 保障重要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的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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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阳化